話說昨天說到,玉飛燕在巨營列谷下邊,走來走去都找不出個鎖耳園 以前所有掘墓導舖的方法全部都用不上 在這時候,司馬恢教他 緬甸山區的地形是非常複雜的 不是說我教你 想要確保自己安全到達,必須要做到 走高不走低,走大不走小,走碰不走橫,走軟不走草 如今探險隊,位於野人山巨營列谷底部 想找到一架蚊式特種運輸機 按照禁忌來說,玉飛燕至少犯了三次錯誤 一個供入了洞底層,屬於走低 第二,受地形和環境的限制,視野過於窄小 第三,這個地底全部生滿了茂密的鎖齒草的沼澤 很容易受到鱷魚的襲擊,可以說是危險到極點 大家聽聞司馬恢提到沼澤裏潛伏的鱷魚 不敢驚到臉都青了 話說當年在緬甸,就是有兩千多名全副武裝的日軍 因為傷兵太多,身上的血腥氣太重 結果引來了大批的鱷魚,都不用半個小時 兩千多人就全部被人生吞活剝 根據鱷魚的雜星,他們發現獵蜜之後 亦都不會即時展開襲擊,而是先要觀察一會 但一旦其中一隻當先撲上去 哈哈,那你就死了 其餘那些都會即時爭先恐後撲上去 那個時候出現什麼後果呢?那你自己說吧 那司馬恢又說 我們目前只知道那架失蹤的運輸機大致降落在合谷的南端 但是這個地底的動物這麼空曠,這麼憂心 憑我們幾條命幾條槍 在沼澤裏冒著雨漫漫黑漫漫摸過去 你說什麼時候才找到呢? 那玉飛現給司馬恢這番說話一札即時心涼一半截 哦,那照你這樣說 我們沒有任何機會找到那架蚊式的特種運輸機了 司馬恢跟著說 那又不是的 俗語有話,越是處境惡劣,就越有機會會找上門 先前我也沒什麼辦法 不過入一沼澤之後 我反而臨時有個靈感,說不定有用 那司馬恢有什麼靈感呢? 我們一陣再說,又插段故事先 話說在英國殖民主義者統治印度近百年期間 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在緬甸和日本人作戰的英國軍隊 就達到了空前規模的一百多萬 當然,其中大部分軍族都是來源於英屬的殖民地 雖然是為了大不裂癲而戰 但很多人一世都未踏上英國本土半步 甚至說不清英國在哪裡的人都有 在眾多英屬的殖民地當中 英國人最為體重就是復原遼闊的印度 而緬甸也是印度的天然戰略平障 所以當時被他們建立為印度的一個省 所以英國人對緬甸經營多年 使他們一度成為東南亞最富有的國家 那麼這段時期的殖民統治 對緬甸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所以到現在在緬甸境內 很多公路、鐵路、機場都是英國人建造的 更加有無數的軍火散落在緬甸的各地 其中甚至包括有重炮、坦克、戰鬥機等等 那麼司馬虧就算不熟悉英國的情況 但他參加了緬甸人民軍這麼多年 對各種英國人製造的武器可以說是療如指掌 其中的蚊式飛機他就見過不少 以往他跟隨部隊在深山茉林行軍 有時還會遇到一些墜毀的蚊式轟炸機殘骸 還有當年投下來沒有爆炸的重磅炸彈 所以緬甸人民軍裡的士兵 見到蚊式外殼都會拆下來帶走 因為相對完整的配件可以拿到黑市上面賣 因為這種飛機所使用的輕型膠合板 它的原料全部是一種名為巴爾沙的木材 相當於亞洲的炮銅 這種木料就不撩不裂 容易加工 共振性好、不容易變形和燃燒 很適合製作家具或修補房屋 如果看當地人家中有舊的膠合板 拼成的簡易家具的話 你不用問就可以猜到 那些原料肯定是從英國皇家空軍的蚊式機上拿回來的 這些其實就是常識 最普通不過的常識 那知道這些常識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各位可曾記得 司馬虎得過金點傳授 懂得相物之理 就是他早上起家的根本 當今世上除了他之外 再沒有別人有這套本事 至於什麼叫做相物呢? 古代有為活人上面的術士 以面貌、五官和氣息的高低 來斷人的吉凶禍福 又有上地的地師 就是通過風水形勢的佈局 來分辨山川地理 更加還有上貓、上牛、上馬等很多的雜項 其實歸納起來 這些古法全部屬於相物一道 舊時所指的相物之道 顧名思義 相只用眼睛去看 物的涵意廣泛 天地之間不理生的死的 全部都可以叫做物 是物必有其性 無不符合著陰陽向背之理 古人曾經這樣解釋相物的原理 就是天地本無為 負萬物之性以成之 子塵萬物 看其幽微造化 便時素吉空 鷹魚神產 這段話太深了 要講得顯淺些 不妨可以拿個比較直觀的例子來形容一下 將一滴儲存在使館當中的眼淚 帶到實驗室裏面 可以很輕易地分析出它的化學成份 便會知道這滴淚水是由什麼分子所構成的 但這滴淚水是由於什麼原因從人體裡產生 究竟是因為傷心還是喜悅 即使有再先進的科技手段 亦無法分辨 這就是知其形 而不知其性的意思 看見摸得著的東西總是容易辨別 但無形無形的氣質 卻難以判斷就是這個意思 只有通過相物古法觀察分析 所謂觀其形知其性 知其性才能盡知其理 盡知其理中可得其道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司馬恢雖然對這門家傳的本事領悟得不算深 只不過是剛到觀其形知其性的膚淺程度 但當他置身於地下焦達當中 仔細辨別附近的情形之後 他就不免看在眼裡動在心中 他知道製造蚊營特種運輸機的財質 還有另一個特性 就是如果巴爾沙膠合板 存放在潮濕無光的環境下 那麼年代越久 目性就會越陰 那麼如果蚊式運輸機 或在這個合谷深處幾十年 那就是相當於地下森林裡 沉埋了千年的陰沉木 彼之也有過而無不及 所以這個沼澤裡的鋸齒草和蘆葦 亦都是暗合著造化變移之理 那麼如果是正常的環境下 同一重蘆葦中 向南的一面一定會貌性繁密 向北的一面必定會略顯稀疏 但是野人山巨型列谷當中 常年被農暮掩蓋 直皮生長的規律不分南北 但是那架失蹤了二十多年的蚊式運輸機 肯定落在這區域裡陰沛最重的所在 換句話來說 就一定在陰極那樹 所以對著它的爐位 必然會生得稀疏 所以如果你認真電別 其實並不難找出蚊式運輸機的準確位置 這就是司馬灰心中有數的所謂把握 於是他就在前面帶路 他就告訴玉飛現等人 你們只本跟著我走 今天之內必有結果 相信我 還有在泥沼裡走 應該排成中對前進 人和人之間的距離 不要超過一個手肘位 並且要輕輕起步 穩定落腳 一定要將槍械和背包水壺等隨身物品 緊緊貼身背著 凡是高過頭、闊過肩膊的東西 全部要扔掉它 因為這樣在遇到跌倒或者陷落的突發情況下 才能夠儘量確保身上帶的裝備不會遺失跌落 亦都可以避免碰到草叢引到鱷魚出來 有變於我們快速行動 司馬灰講完 即時用獵刀劈一條樹枝 他就向著這片沼澤裡 陰晦之氣最重的區域 一步一步緩步前行 而眾人慢慢跟隨其後 穿過一重重茂密的鋸齒草 在黑蒙蒙裡都不知走得多遠 忽然見到荒草深處 竟然躺著一件龐然大物 他們借著探照燈的燈光 認真看看他的輪廓 隱約是一架蚊式特種運輸機的樣子 他在這裏已經躺了二十多年 因為機身已經半陷入了泥潭裡 在飛機附近 是一架不平的蠟狀物 幾乎可以說是間隙都沒有 並且從濕地的表面突出很多石筍 結滿了像青材一樣的膠狀物 離遠看下去好像蠟燭油 什麼叫蠟燭油呢? 緬甸人的叫法叫水蠟燭 其實是一種叫鏡河的飛冥巢穴 即是我們俗稱的白翼 大家再走近一點的時候 突然呼一聲 很多飛蛾都飛出來 然後在漫天雨霧當中 紛紛落入附近的奴偉林裡 也有不少飛蛾被雨水打濕了 黑暗當中有反光 那些反光一盒盒盒飛來飛去 那種反光的物質叫水蠟燭 水蠟燭是夜我身上的淪粉凝固而成 即使在漆黑的雨霧裡面也會發出冷光 但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离远很难看得真,大约在几十米内才会发现。 这个蚊式特种运输机沉碎地下多年,巴以沙木鸟即使经过加工也好, 在这么濕热的环境下,亦是很容易腐烂。 所以如今这里四周围,早已成为大量击饿的聚集之处,即是说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击饿斗。 司马斐等人都不怕你什么击饿,即时冒着雨,拿着灯不断向前招, 只见这架飞机的机身虽然生满了青材古藤,但用鸭嘴索一铲就铲开了, 马上露出了这架飞机关到实实的仓门,接着他们监视周围的特征, 没错了,正是这架探险队要求找的那个蚊式特种运输机。 好了,大家来到这里都笑不免心头一阵狂跳,因为迷底即将揭中, 这件这样的签纸活就快搞定了,哈哈,你说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呢? 在这个时候,玉飞燕很感慨地伸手摸了摸冰冷湿滑的机身, 看着这上面结满了额炒,虽然是意料之中,但他也想了很久,他心想, 真正的蚊式运输机,没错,确实真是落在这个合谷里面二十多年, 难道黑蛇二海龙墓当中撞到的那只真是幽灵黎? 在这个时候,他真是很想快点看机舱里面的货物, 还想不想说是否完整,于时就催促了罗大利,快点叫舱门吧! 那罗大利即时接过鸭嘴锁叫舱门, 一声,运输机的舱门被他叫了一条大壳, 即时一大阵发霉的气味在壳里供出来, 虽然有条壳,但用探照灯照进去, 似乎都是黑妈妈看不真机舱里面的情形。 司马斐见这样的情况,就即时拦着罗大利, 不要进去煮,等我进去看看, 他想尽量看清运输机的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让大家进去。 他于时举着一盏探照灯,向里面一望, 就见到机舱里面的黑妈妈, 来远的地方就照不真, 近的地方就什么都没有,似乎很正常。 但忽然间, 好像前面有些被子很快地走过似的。 司马斐当时的心就忍忍觉得不妥, 即时想退后出去, 谁知忽然间在机舱里面涌出了一团黑的东西, 他闪都闪不及,马斐觉得他的胸口好像被一个铁键掀着似的, 只是觉得心寒透骨, 心口吁着一口气都扯不到上来, 而有一股很巨大的力量, 不断地将他在机舱里面扯进去。 哇,他连忙伸手去隔那只手, 怎知隔,前面是空荡荡一片虚无, 什么都没有,只有龙无。 而这个时候,由于机舱的门口太狭窄, 只有他一个人用背着扯着外面的几个拍档, 其他人的视线都被他挡住, 所以根本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时候司马斐身体前傾, 只有脚尖硬着地, 半分力度都洗不到出来。 接着举探照灯的左手, 也都被龙墓包住,感觉阴寒透骨, 眼看着性命就危在颈刻之间。 死了死了,在情急之中, 他右手不自觉地押了聂像枪的鸡。 接着砰一声,大口径聂昌的后助力, 将司马斐整个人向仓门后面弹出去, 砰一跌在地上, 而那个蚊式特种运输机的机顶, 也都被散弹打成蜂窝斗, 接着漆风冷雨全部洒进去, 顿时将机舱里面的龙墓打散了。 那究竟刚才那件事是什么呢? 为什么在虚空之中, 好像有股力量将司马斐扯进机舱里面呢? 而且这阵风, 为什么会阴寒透骨呢?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回来之港。